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Poshimia狂乡曲 Pohimia Rhapsody 说起这部电影的导演有点复杂 一开始是由X战警、X战警2 以及X战警未来昔日 还有天奇的导演Brian Singer指导 却在拍到一半的时候 跟剧组发生冲突而被解雇 而由另外一位英国传奇演员 也是飞跃奇迹的导演Dester Frencher 来接替导演的位置 并由Rémi Malek主演 这部Poshimia狂乡曲的内容很有趣 几乎是近期几部热门电影的大集合 首先跟《登月先锋》一样 是一个传奇人物的传记电影 虽然这样说有点不尊重乐团的其他团员 但这部Poshimia狂乡曲 事实上真的是 这个皇后合唱团的主唱 Freddie Mercury的传记电影 当中也有一个巨星诞生一样的演唱会内容 更有他们从默默无名到成名发迹的过程 还有同一个礼拜上映的 《谁先爱上他的》里面的同期议题 对我来说Poshimia狂乡曲 还有点补齐了《谁先爱上他的》当中 刻意被隐藏起来那个男人的故事 剧情叙述这个皇后合唱团的诞生 走红 一直到主唱单飞 到再合体的过程 中间也叙述到蛮多这个主唱的感情生活 包含他最早的爱人Mary Austin 以及最后的伴侣Jim Houghton 这个传记电影包含了很多的内容 包含他们怎么创作 怎么跟唱片公司吵架 怎么跟自己的团员吵架 不过最大的重点 还是放在最后那20分钟Live Aid的演唱 被誉为时尚最伟大的现场演出的忠实呈现 而前面的故事好像都只是这场伟大的演出的铺陈 他的前情提要而已 在电影经历过所有的剧情 推演到那边的时候 那场演出绝对不是只是一场演出 而那么简单而已 对所有的观众来说 那是主角生命最后的光火 也是一家人重新团聚和解的时刻 电影的片名用了波西米亚狂想曲 这或许不是Queen现在最红 最让人家知道的一首歌 但绝对是这个乐团最具代表性的一首 也表明了这个电影想要表达的特力独行 还有狂妄不羁 这全场5分55秒的一首单曲 而且没有重复的副歌 和没有人知道他在唱什么的歌词 还有那个伪歌剧的恶搞作风 完全代表了这个乐团想要做出一些 没有人可以取代你的事情 然后跟不熟这首歌的人讲一下 虽然在电影中显示这首单曲推出之后 受到了四面八方的负评 但是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成功 它非常的畅销 觉得有它代表性突破性的历史地位 更被收入到葛莱美名人堂当中 也在2012年的时候 英国一个电视台把它选为 过去60年来 观众最爱的一首歌 剧中的每一个角色 几乎都神还原了这个乐团成员 他们年轻时候的模样 更是可以看到他们有一种 乐团成员之间的气氛在 我很喜欢电影中其他三个成员 对这个大排到不行的主唱 所展现出来的容忍还有体谅 就很像三个哥哥 对在一个小弟弟所展现出来的疼爱一样 以黑客军团得过爱美奖最佳男主角 具有埃及协同的Rami Malek 饰演这个有印度波斯血统的主唱 对于他的表演我相当的喜欢 虽然在动作上他很努力的想要去学习 Freddy他在舞台上面的动作 但我完全不会觉得他的演出是一场模仿秀 这个演员完全创造出一个更清晰 更鲜活的角色出来 像是把这个真实存在的Freddy Mercury 对焦了一样 而且很容易让我们看穿这个主角 他的内心在想什么 有的时候是疑惑 是受伤 是不安 是疯狂 是自责 虽然在拍摄的过程中被撤换了 但是我觉得Brian Singer 在这部电影当中 对这个角色的处理是非常好的 他非常清楚地锁定了 他要表现哪一个部分 很多的镜头让我们借着主角的眼神 完全看得到他在挣扎着什么 即便他口口声声说的自己 有多么的大逆不道又没有礼貌 所有的音乐非常地好听 当然因为每一首歌都是 是皇后合唱团他们的畅销金曲 而且你会发现这个乐团能够让你耳熟能像的歌曲 还真的是很多 甚至还没有出现那一首在日剧冰上汉匠拿来当主题曲的 I Was Born To Love You 讲到这首歌真的是会让我有非常多的回忆 除了叙述Queen在音乐 在乐坛上面的精彩故事之外 我非常地喜欢电影中主角和女友Mary的戏 虽然最后因为主角的性向而没有走在一起 不过依旧可以看到Mary对他的在乎 以及Freddy对Mary的依恋 不管他到底是双性恋还是同性恋 Mary对他来说都是永远的爱 也是家的一部分 当然我们的主角Freddy这位主唱大人 绝对是个渣男 以现在的标准来说 看完这部电影我真的非常地过瘾 在电影院的大萤幕上面 可以享受到这种音乐和表演的盛宴 有谁的一生可以活得下一场 让人不会后悔的摇滚演唱会 当然是这个史上最伟大的摇滚歌手 有四个八度音域的天才 绝对的传奇人物 这也是一部很容易让人误解的电影 因为他不是一个没有瑕疵完美的偶像 我还是觉得我们不要用世俗的 是非道德来评判他 除非你可以活得像他一样的人生 这部电影有皇后合唱团成员的参与制作 虽然剧本有一部分年代有调整 不是最真实的情况 不过我想还是给了我们最真实 皇后合唱团他们团员之间的相处 还有互动 也看见他们是怎么一路走来 成为伦敦奥运会上面会出现的摇滚传奇 火星鸟狂想曲是一部精彩感人 让人激动兴奋的传奇电影 适合给不认识皇后唱团 但是你听过We Will Rock You 或者是We Are The Champion 的观众去欣赏 去认识这个摇滚天团 特别推荐给立志要当摇滚歌手 在万人面前开演唱会的你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请帮我按赞 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钮 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时间之内知道 我上传影片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 再按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Rovie频道 祝你今天有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 拜拜